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让自己大厦成为全市第一高楼 因为太忙 她完全忽视对家人的陪伴 女儿的11岁生日就来了 太太请求凯文给女儿买个礼物 因为女儿最喜欢的宠物是猫 这天上街买猫 凯文把车开进一个小巷 奇幻而诡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后来她来到了一个宠物店 在店里她总是心不在焉 老板看出凯文工作狂的特点 于是准备教训一下凯文 其实宠物店的老板能操纵猫与人的灵魂 老板推进了一只 搂着蓬松毛发 腿瘦可爱的猫咪给凯文 凯文看了看后 匆忙肤浅提着猫龙走了 到了公司 她去行大厦检查参观 结果在楼顶和一位下属因意见不合 起了冲突 在争执中 凯文意外失足和猫龙一起坠落下楼 在医院里 凯文成了植物人 而灵魂却进了猫咪的身体里 她的家人们焦急又难过地看着植物人凯文 而真正的凯文 贴在猫咪身体里呐喊 可是她发不出人声 听起来只是喵喵喵的叫 她被妻子带回了家 家人们都很喜欢她 给她吃猫粮 但她却一口也吃不下 她想写个纸条给妻子 却怎么也拿不起钢笔 痛苦的凯文 只能借酒交仇 名顶大字的猫 让凯文的妻子大惑不解 毕竟猫喝酒 她还是第一次见 凭着李凯文就以猫的身体 在家里生活 最近几天 凯文总是发现 妻子和一个陌生男士聊天 于是 她怀疑妻子有了外语 一天 她跟踪妻子 本以为能抓到她出轨的证据 结果发现 妻子联系的男士 只是房屋中介 但她知道了 原来妻子 已经有离开她的打算 变成猫的凯文 烦躁不已 一天 宠物店老板来访 告诉她 又反思自己 温柔地对待家人 不然永远也变不回去 从前没有时间 陪伴家人的凯文 成了猫后 她开始有大量的时间 陪伴妻女 也重新开始 审视从前的自己 另一方面 她的公司变成了烂摊子 甚至有人想趁她昏迷 低价出卖她的公司 凯文拿到了证明 儿子全力的重要文件 儿子试图立吻狂澜 但依然没有起色 她万念俱灰 想从楼顶跳下 关键时刻 可怜天下父母心 猫随她一起跳了下去 她儿子却也降落伞 却在落地的一瞬间 凯文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这时 这只猫咪也正好用掉了八条命 最后还是被凯文领回了家 电影通过别样的视角 给我们展现了很多 有人通过电影获得了快乐 有人通过电影 反省了自己的生活 还有人通过电影 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价值 电影中的凯文是幸运的 她可以通过猫来改写人生 但在细致生活中的我们 恐怕醒悟时为时已晚 人生如大梦 叫醒又趁早 记得绕你的脚步 等一等你的灵魂 好了 小莫